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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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相遇,肉購重促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躍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育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三節 拜登已經宣佈當選總統 然後有部份的美國主流媒體也宣佈 現在新的一任美國總統就是拜登 當然很多人很快就走出來拆 其中一個就是民進黨蔡英文走出來拆 很快要恭賀拜登 但是現在是有法律訴訟的 官方的聯邦選舉委員會都未公佈 正式公佈 新的一屆總統是誰 那你怎麼走那麼快出來 然後當然是被人吊 還有他那些 其實互聯網是會令到人性改變的 還有你沉溺在互聯網上 包括這個Donald Trump也是 終於在Twitter打飛機 蔡英文何嘗不是在Twitter打飛機 為什麼說她打飛機 雖然她是女人 這個是大家都明白的意思 那你放一段就是現在輪到我了 my term to congratulation you 到我去恭喜你了 那下面就附上一次拜登 就是他就任總統的時候恭喜他的 那這些就不能抽稅了 就是拉關係 但是在此之前 你製作了一條片 就是 這個520就職的時候 之前 駐美代表做了一條片 找了一些參眾兩院的那些議員 是吧 就恭賀蔡英文 是吧 民主黨的大路 是吧 講了成分幾足 你想想剪剩兩秒 接著被華盛頓郵報動你 這些叫前句後供 喂 你在選前一面倒壓 壓到特朗普那裡的 現在你當然不承認了 你說我們總統府沒說過 扔你了 你沒說 你那些媒體 你那些立法委員 個個都嚇出來說 有個簡直是戴了 你叫特朗普那頂譜去開會 扔你了 政治什麼人搞的 喂 這件事 這個選舉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你看看我們過去一直以來 都是從傳媒多樂的角度出發 是吧 我又不會全剔 但是香港人包括我在內 當然是希望 扔你了特朗普上可以連陰 然後繼續關切 扔你了他那個反共的中國政策 是吧 這個很坦白說 這個是我們主觀願望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評論人 我就不可以好像其他Facebook 我用咖啡機的這些 扔你了我沒有侵犯 或者選後撩票 是吧 你好像阿孔教授 他多清醒 現在馬上變回 是吧 你真是徒 他多清醒 馬上變回 是吧 你明白我說什麼 是吧 這個沒有貶意的 對不起 到初他們是一面倒的 是 你多清醒 兩個 立刻 哎 我們向前看 不要哭 不要吵屁 是吧 我是同意的 因為我不會這麼投入 我們都是從傳媒 就是美國的媒體 在這次的大選裡面那種的播落 是吧 我們作為一個傳媒人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作為一個journalist 我們就不恃他的所謂 是吧 這個講了很多次了 所以你看我們一集中的觀點是講這個 和我們都會盡量很客觀地分析這件事 你說現在有沒有選舉舞弊呢 你一定是要經過調查 和法院做裁決 那是沒用的 大家鬥放那些屌 你想想哪些是新哪些是假 那如果你要share 沒所謂的 如果你可以令到你自己還對 特朗普翻盤還寄予希望的話 然後感覺良好的 那你就不妨繼續share 我沒有意見的這些 我又不會批評 但我們回到現實 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他因為他計到他現在已經是290個選舉人票 對這個他就當賓州那20票他拿了 是吧 然後呢 這個內華達州那6票他又拿了 那加起來是26票 那原本是264票 那加起來就是290了 那但是賓州那套 又要分開點票了 那接下來呢 是會有很多法律訴訟的 那然後大家看到新聞 朱利安尼呢 這個特朗普的法律顧問呢 那他開記者會 那他就說得很清楚的了 那他們呢 就認為在這場選舉裡面 至少有3、4個州 甚至10個州被偷走 被偷走了 那他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這個總統是偷回來的 那但是你要拿證據的嘛 那他是律師嘛 他說現在有很多有力的證據 那但是呢 就會在這幾天 應該是 當初記者會就好像是美國時間 星期一 就是我們現在星期一 就是美國星期二 美國的星期二 美國的星期一 就是我們星期二 他就會做 明天 就是明天啦 我們可以看看有幾個州有爭議的 一個就是賓夕凡尼亞州 或者賓州 當初最早這些所謂油記選票 未到達 未開始點的時候 這個特朗普會贏的 其實很多個州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些油記選票 所以他現在說回來 我當初質疑那些油記選票是有理據的 現在問題可能是出在那些油記選票那裡 是吧 是吧 所以呢 現在第一個是賓州 是吧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蜜茲根州 是吧 先說回 早幾天呢 其實在11月5日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務卿呢 就說呢 每個候選人和每個政黨都可以有一個授權代表 在現場觀察這個選舉的過程的 所以呢 包括廢城在內一些司法管理區都有直播 可以看到他不認為有什麼證據證明呢 這個有問題的 但是那個法律挑戰是什麼呢 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究竟這個州在清點 就是說在一個選舉 截止了 就是蓋了郵策那些 三日後才到達的選票 那個問題就在這裡 這個是其中一個爭論來的 那當然這個就是賓州 接著是密斯均州 那這個密斯均州呢 就是 那個法官就駁回了個訴訟了 他認為就是 沒有足夠的證據 表明那個監督的程序有問題的 接著就到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呢 就是特朗普那邊呢 就認為那個選舉 在選舉日裡面呢 發現一些異常的情況 就要求他重新計票 是吧 但是這個就不需要提出這個所謂的訴訟 我們重新計票 他OK就可以重新計票了 那現在最後的期限就定了 就在11月17號 就是威斯康辛州 就是張學最後期限怎樣去那裡呢 但是究竟會有多少改變呢 我想說 即使你重點 過去也試過一些經驗 重點的結果呢 你還少呢 你還要這樣 好了 接下來就是那個奈華達州 現在聲稱贏了這個 當初我們就說 你賓州那些 全部當Donald Trump贏 是吧 喬治亞州 是吧 這個北卡羅雷勒 全部都是當你贏這幾個州 接著呢 就是欠那個六票 NB6 現在NB6 他都說贏了 加起來才有這麼多 哪有290票呢 是吧 但是這一個州呢 就是 其實 那個法律訴訟呢 又是 其中一單呢 就是聯邦法官呢 就阻止了這個 就是 共和黨 即是駁回了共和黨那個訴訟的 好了 接著就到那個 阻止亞州 就是喬治亞州 那就是 那就是 提出這個暫停計票 是吧 就認為 這個選票處理呢 就存在問題的 那就將五十幾張選票 混合到一堆未清點的選票之中 那又 由法官駁回 那接著到亞歷桑拿州 是吧 那又是說 有一些合法的投票呢 是未否決的 那這個就正在審查之中 這個 就是 沒有一個裁決的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是特朗普在早前就說 會訴諸最高法院 但是 可不可以去到最高法院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是吧 就是 到最高法院做裁決的時候 他一定要等你所有那些 就是 很具爭議的 那些 就是 那些 所謂 重新計算了之後 要搞成一個多幾月 是吧 然後到最後呢 要由最高法院裁定 停止這個重新計票 是吧 這個就是當年民主黨 戈爾和布柱那個做法就是這樣的 所以 就是 那次就是二十年前 那次就是 要由最高法院裁決的選舉 也是可以說 就是 幾乎是唯一一次 但是那個裁決沒有結果 那個已經宣佈 就是 宣佈敗選了 就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最高法院會不會受理呢 是吧 到最後他是不是真的要 就是做一個裁決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但是始終 這個就是法律的部分的 另外就是 武幣 是不是 那你武幣 你當然要FBI那些去查 司法機關去查的 是不是 那現在開始查未呢 不知道 是不是 那所以究竟 就是 Donald Trump 可不可以 通過這個司法救濟去翻盤呢 就是 我們審慎一點說 就叫做未知之數 但是 就是 從現實來說 就是 審慎樂觀 這個叫審慎樂觀 就是未知之數 但是實際上 就是 都危危苦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對 對 絕對對 因為你這麼短時間 你怎麼去找證據 那些證據不是來說的 不是說 我share 我見到哪個網站 你真的有人證物證 全部齊了 你說服到法官先 還有剛才你說得很對 那個Case 不是直接上最好法院 他中間還可能經過中級法院 他們批勒 肯打勒 你才再載上去 所以這壹事 很考特朗普的 現在那種意志 他頂不頂得順 現在周圍的壓力 那他打歌語呼求 我也是 喂 我也是打歌語呼求 大佬 周邊有人看著你吃飯 你騰騰鎮在這裏 那旁邊的人都借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始終一個人 你是不是長島眾人區 政治現實 我可以告訴你 真的 大家分可不治 當然說起這個特朗普 他的確是一個 一個強人 這個 在美國政治史上 從未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他都算轟轟烈烈的 這四年 雖然負評 對我們來說 他那種反共 和他的劍及理及的手段 你現在已經在吹風 就是說 你拜登上場之後 他又可以簽很多行政命令 把政策推倒重來的 你現在不想挖這個WHO 我又回去 你說不想給錢 我給 其他那些都是 譬如伊朗問題也好 氣候問題也好 他又是一指行政命令就可以解決了 不過我們現在看 其實這次選舉 我們以前也說過 是一個反特和挺特的一場戰爭 共和黨沒事的 沒事 今次好 今次贏今次有進帳 他仍然可以 我估計 接下來一月的選舉 還有 他都可以控制參議院 眾議院跟現在沒有分別 政治版圖沒有改變 兩黨的政治版塊沒有改變 共和黨是沒事的 是你有事 你想想政治是不是很醜惡 現在共和黨在想 2024年誰來選 你拜託他們沒得連任 八十幾 八十二歲 這四年 不是揍他 你年紀那麼大 不要揍他死 我們不可以這樣 他那個年紀會影響他的判斷 甚至現在年紀大的人很容易有失智 所以我現在很怕我會失智 所以我現在要買呼吸機睡覺 因為我睡眠窒息症嚴重 會影響我會變成失智 其中一個可能性很恐怖的 你明白嗎 他有沒有機會 有 你隨時有機會做總統 不過我就是這樣的 我就相信制度 我認為美國這個民主政治制度 是可大可救的 驚得起事 驚得起考驗 OK 現在這種政治紛紛擾擾 大家也不需要把他看到好像很嚴重 當然一定有影響 大哥 不用說的 你拜登上場 他一定是 那個可能重啟貿易談判 然後跟中共講訴 他一定會 他未必會把之前那個全盤推翻 他一樣是會防你中國 甚至乎他聰明的 包括他的團隊 一定是以多勞中這種做法 繼續來跟共產黨 大家討價還價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有籌碼在這裏 他近時搞得到這樣 現在我做 你給一面 不然 一定是這樣 不可能馬上跳回頭 是吧 是吧 就是初初來計 不可能跳回頭 所以這些都是要看的 但是我們要相信那個制度 還有美國真的 他第一 政治制度 就是一個制衡的制度 是吧 他有國會 有法院 有傳媒 當然現在傳媒很落 是吧 就是傳媒的制衡作用已經喪失了 基本上是 是吧 在這次選舉大家看到的 是很清楚的 是吧 但是呢 他有法院的 是吧 還有社會的力量的 是吧 就是我們 因為太過頭淫了 是吧 香港人不是台灣人 但是在美國很多人來說 喂 為什麼你 看到整個荷里活 為什麼會這樣呢 哇 你喜歡荷里活 明星那些 你就很生氣 是吧 就是好像 這個珍妮花羅倫斯 那樣 這個最年輕的 拿影后的 我們玩偶像 很多人當他 你開心到 在那裡頭髮 你快點贏了 多多些 那些荷里活那些超級明星 全部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所以美國人有美國人的想法 他現在拿七千幾萬票 大佬 一樣是 是吧 所以 大家冷靜一點點 我覺得 是吧 但是 就是 就是 當然是不開心 是吧 就是 看到一個這樣的局 因為真的 這次選舉 我們之前都說過 香港人都覺得 痛兩猶歸 是吧 現在當然很多人痛 那你痛不痛都沒辦法了 看看台長今天寫那篇文 或者看看李懿今天寫那篇文 希望可以抒發你那個痛苦的心情 其實 就是 就是 我們在任何一個時代 他都有一些 就是 就是 令到你不開心的東西 是吧 就是你看回頭 抗戰時代那些人不覺得我們現在很幸福 是吧 就是這樣 每一個時代 所謂大時代 我們供奉其成 就是 那個世界本來就很奇怪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是信上帝 就是我們有一個信仰在那裡呢 有這個信仰來做基礎 我們比較容易自解 是吧 你一方面就有很偉大的進步 包括那些科技 另外呢 有人當然是摧毀 是吧 一個就是發展 另一邊當然是有人摧毀 是吧 有些呢 我們尊重知識 尋求精美的知識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就有人 做一些 破壞這個知識破壞 就是破壞民事的行動 全部都有兩面的嘛 社會有光明 有黑暗 有邪惡 有正義 哪一個時代沒有 你告訴我 是吧 這個我們看了你今天那篇文 看了台上那篇文 還有看了你那篇文的感受 是吧 兩面都有的一定 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堅定自己的信念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好 要現在